看日本选举的结果 除了对日本本国的政局有很大的影响 对东亚地区对世界和平也都有很大影响 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石破帽可以给日本的外交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它到底是比较亲中的 还是对中国应对中国挑战时会比较强硬 因为有一种说法说他比较亲中 是因为他比较推崇田中角融 他最近刚刚出的书里面 特别推崇田中角融 而田中角融是出名的亲中派 他跟台湾断交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但是另一方面又好像 我看中国的媒体 中共的媒体 在评论时破帽的时候 又普遍认为石破帽对中国立场比较强硬 担心石破帽过于强硬 程老师你怎么看 我来看其实石破帽 虽然他是很推崇田中角融 因为田中角融人家号称石破帽是田中角融 最后一个弟子 因为他在1986年 他第一次选中原的时候是田中角融 支持他的 然后他说你要加爱护去拜票 结果他拜访了五万四千户 结果得到了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五票 这就想到一个台湾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样 我想起来了 他就说只要他在议会开完回去之后 只要回去看到哪个家有伤身就爬了进去 这个效果是有的 因为政治人物就是要 尤其是在所谓分区的立委什么都需要去耕耘 当然所以他就受他的影响 当然刚刚您所讲的田中角融也是1972年 他促成中日建交的一个最大的推手 当然他是认为说在随着中国的一个强大 他认为说如果在中国 他还是要跟中国保持一定的对话 跟在经济上的利益 在所难免 所以他这部分他是在 田中角融人比较务实的 因为毕竟就像经常听到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因为中国有利益 他当然就要去 这是非常务实的 当然这也反映到 其实也养成了斯珀茂他这个观念 但是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不管是中日 不管是美日 不管是台日之间 其实在最近美国从川普到拜登 然后到从安倍 一直到菅义伟到岸田文雄 其实都已经奠念了好一个战略基础 就是抗中保台 抗中保这个基调了 所以我看他在石破茂 他就算有所动作 我觉得也很困难 因为已经是很有共识了 而且其实他有一个少数派 他也很难去颠覆 现在大家的一个共识 因此我看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对中日方面 但是他的一个转变 我觉得还是会转变的 为什么 因为他当要做一个比较务实的过程中 他可能要追求跟中国的一个经济的利益 毕竟现在中国跟日本 一年有将近3500亿美金的一个经贸 此外有2万家企业在中国 大家知道 这个期望他在经济上有所突破 所以他跟中国之间是不可能破坏的 不可能破坏的 但是他又要 就是比如说在8月13号来到台湾 觐见总统副总统的时候 他也就讲句话 他跟台湾共同 因应中国的霸军扩张 他可能跟台湾建构一个所谓的 强大的威责力量 那显然一间 在所谓利益极大化过程中 他也追求安全极大化 所以造成他这个状况 社会怎么样会比较务实 安全就是可能要靠美国 在经济可能靠中国 这其实日本也是长期来 就是这样子 我们也不要说太苛责 他会怎么样 因为照来讲 以前安倍 以前他还没先任首相的时候 他也没来台湾 这个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也是他先任首相 当中医员来台湾 就是在国策所讲的 之前他也不会讲 为什么 因为本身中日之间就有建交 台日之间就是非官方的 因此看来 其实石破茂 我看他在 他虽然外交 国防 所以他有他的想法 但实际上 第一个他是一个少数派法 支持非常的弱 第二个 其实现在对一个整个一个 美日同盟 还包括这个第一岛链 包括日本 韩国 菲律宾等等这些 都已经非常建立一个 所谓的第一岛链的防护网了 所以他要突破这个 我觉得是相当困难 所以台湾之内 我认为他是不会有太大改变 石板 你对石破茂的外交政策 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没有什么期待 其实我觉得 石破茂 他在选举之前出了一本书 叫保守政治家 石破茂 我的政策 我的天命 就是某种是 他自传体的书 这本书里面 其实是对安倍的外交政策 基本进行全面的否定 同时 他一直 这本书一直强调 他和田中角龙的关系 石破茂的父亲 叫石破二郎 是当年 也是日本的国会议员 跟田中角龙 关系非常好 算盟友的关系 后来石破二郎 回到他的家乡鸟曲县 当县知识 然后等于说 石破茂大学毕业 刚刚到这个去银行工作的时候 就是他父亲过世了 然后因为是他父亲是前知识嘛 所以鸟曲县举行了县民葬 就是作为县的葬礼 然后天中角龙从东京赶来参加葬礼的时候呢 就跟石破茂说 说当年我跟你父亲有承诺 就是谁先死了另外一个人 作为他的葬礼委员长 然后现在呢 因为这个是鸟曲县办的 我没办法 因为鸟曲县知识当委员长嘛 所以说我要东京给你父亲再办一次葬礼 然后呢 就打电话从青山祭厂 就是东京最好的葬礼社 然后重新的为石破的父亲做一个葬礼 然后天中角龙自己当这个葬礼委员长 就这些故事 石破茂就是很感动嘛 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田中角龙 非常崇拜天中角龙的弟子之一 当国会议员 他自己讲呢 田中角龙当时和中国建交 1972年的时候 国际社会条件根本不成熟 但是呢 田中角龙这抱着 是虽千万人物枉以的决心 成功了 他觉得政治人物需要有这种魄力 同时他也认为 这个中国对日本关系很重要 再三强调这个事情啊 当然在我们看来 就田中角龙当时和中国建交 属于前瞻性的嘛 这个确实是 因为和中国后来可能有中国的崛起 但是现在在和中国搞好关系 属于是落后型的嘛 已经跟国际社会已经局势改变了 但是石破茂在各种地方 还在强调和中国的关系的重要性 这种意义上 其实某种意义上 你是和美国完全唱反调嘛 就是说 所以说我觉得 他的很多的想法 我觉得是非常过时的 特别是我认为最应该批评的是 他今年八月来台湾的时候 当被问到 就是说如果台湾发生海海战事的话 日本应该怎么办 他说日本不应该表态 应该采取模糊政策 这个就是回到胡锦涛时代 更以前的日本的对外政策了嘛 就是后来 比如说安倍晋三 这个麻生太郎 日本的政治人物已经把 护卫台湾推到了更前线 大家更明确表态的时候 你现在开历史倒车 你说话回到这个 对台湾的模糊政策 这一点也许不要紧 但是很可能给习近平发出错误的信息嘛 习近平说日本不想管台湾了 日本如果不管台湾的话 那么其实美国对支持台湾的话 他就缺少了最大的援军嘛 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在这个就是八月底 他在选总裁的前几天 在日本一个富士电视台的政策节目上 我当场说 我说你这样会被人认为是亲中派嘛 他给他非常生气 后来那个主持人赶紧跑过来说 石破先生赶紧反驳他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